年度巨挂吹牛老爹以及一众娱乐圈大佬到底对Jazzin Bieber做了什么 Yummy这首歌的MV其实已经算是实锤了 首先Yummy的意思就是美味的嘛 但是Yummy的谐音你们不觉得和Yummy很像吗 意思就是年轻的我不是Yummy 三天二没记错的话 当时Jazzin Bieber发布这首新歌的时候 他同时还发了一张自己小售照片 这一定不是巧合 然后我们再来看副歌的歌词 You got it yummy yummy Say the word on my way any night any day 我就选择这国外外卖也没这么发达 但是如果我们把Yummy换成Yummy 这一下就都说得通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MV一开场 Bieber就出现在上流人士的宴会中 而年幼的孩子则充当乐手在台上表演 仿佛就是被摆入门偶 Bieber就在这群老年富人之中 然后服务员就开始为这些人端上 一道道看上去触感很好 但是很奇怪的实物 其中一个银盘被端到Bieber面前 里面装着一个摆放很奇怪的三明治 它就好像一面盾牌 而盾牌的后面就是在欧美这边 象征着纯真的樱桃 而在此后 这个三明治看见是像一个伸出舌头的脸 而樱桃此时已经烂掉了 随着派对激军 灯光逐渐昏暗 身着暴露服装的舞者 就从桌子里爬了出来 而这个场景也和老爹臭名昭著的 白色派对是惊人的相似 因为据报道 白色派对就曾经举行过女体生 也就是用裸体女性当做盘子 宾客直接在他身上取食 而在MV里面 男女宾客是尽情享用水果蛋糕的镜头 都是被第一视角刻意放大 似乎就是在暗示这种场景 那在派对结束之后 Beeber是孤独留在桌边 一脸的心烦意乱 随后餐桌上出现一个盘子 前一个镜头 盘里还有一块美味的蛋糕 而下一个镜头 蛋糕被吃完 盘底露出的小说照片 以及压米点题 我是觉得这整首歌 已经不能算是暗示了 而且据后路 在拍摄这部MV的时候 Beeber曾多次精神崩溃 他说当时我脑里 全是乱七八糟的事 根本没法专心工作 不管团队有多好 状态就是不对 我那天就是感觉不对劲 现在三间市终于能理解 欧美那些男同行 长大 为啥都变成胡拉擦 不修蝙蝠的拉抬形象了 可能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吧